ET个股推介是白威亚泰1876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今年以来内地PPI年月收缩 原材料成本下降 预料有助饮品食品股无利阔阔 当中可以留意必选消费的啤酒股 近日成交增加 憧憬夏季旺季来临 资金因而入市捞底薄反弹 股份可以留意白威亚泰 白威亚泰是亚泰区最大的啤酒公司 主打高端啤酒产品 包括白威、科罗拿等国际品牌 中国白威亚泰的市占率 虽然不像华润啤酒和清啤 但公司近年在高端和超高端啤酒的销量市占率 都保持在大约四成的水平 较具优势 瑞银引述管理层说 公司预期中国超高端啤酒市场 销量在2021到2030年间增长两倍 对公司无利贡献 有望在2030年达到三成七 高于2021年的一成八 成为未来最大利润贡献来源 走势上 白威亚泰近日挑战4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昨天收入20.3 预料突破上市前浪底大约22元 可以后低在19元的水平吸纳 如果跌穿18元便减迟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白威亚泰今年的盈利预料重拾增长 我年增加两成二到11亿美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聊 感谢观看